来关心中博相的消息 三土耳红胎目前已经发布 海上落上红胎的进步 为了因应红胎担来的共同合物 中博相公所在今天下午两点 开设防灾应变中心 除了中博相公所主任陛西 以及一级主管上人 当时邀请小红教中博分教 自来自台电隆电水理数订单位 为红胎提前做准备 三土耳红胎现在已经发布了 海上还有落上的红胎进步 返在途途接近台湾 为了因应红胎有可能带来的恐慌 还有恐慌 中博相公所也在三十何月份 开设防灾应变中心 除了要求公所内的主任秘书 以及主管 也要求个单位来做好红胎的准备 那这次塞恩土耳的台风 来势汹汹 那我们中博相公所 今天下午两点 启动了一个灾前的 一个整备的一个会议 那希望说可以预防胜余治疗 大家先对一个整备的一个会议 让所有的在前的一些预防工作 先整理 大家先做好准备 那也呼吁我们的所有乡亲们 也要做好环台准备 那我们中博公所这一次也有准备一百五十个沙包 那有需要的民众 可以透过我们的船上 也可以直接靠来我们的建设客来索取 那也希望这一次的台风 可以有精无限的 不要直接进入台风 让他平安的度过 那我们希望说 这一次 我们的台风 可以我们这样的一个 大概做好的一些准备 即使进来 也可以让我们的灾害降到最低 中博乡乡专李碧云的标识 因为山陀尔 风胎的威力 是不可以均衡 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所以中博乡公所 也特别提早 开释风灾应变中心 当时公所 方便也提供 一百五十个沙包 提供 让无数级的民众来设处 世心心不正的 生中博乡彩虹不得 学同学 为什么这么晚在学校 那个在学校玩自习 在学校玩自习 可以比较认真读书 家里有手机电视 还有床 会想要睡觉 有朋友会比较 认真一点 我会努力为了会考 为了我想要考得很好 然后去做准备 因为有补助所以我们有便当 我觉得便当很好吃 有鸡腿 青菜 跟鱼 只要有吃饭 对 会有校车在 幸福有补助 每个人只要付一点钱 就可以送到家附近的站点 对我是家门口 下午四点后的时光 持续丰富精彩 客后更丰富 从英语绘本到艺术创作 两放学后的时光 惊奇无限 开办完自习 便当补助 小巴借送 轻松练功 不打烊 外师到我家 延费献上英语课程 在家也能持续提升英语力 家有的家 特货加强 前面家 多谢 多谢